日前有民众向立委黄国昌服务处来澄清 万里的顶辽沙滩流失严重 海风吹石还让社区的地基日渐掏空 担忧住家传至子孙辈的时候已经变成围楼 为此立委服务处也发起会刊 但是第一次会刊结论各个单位还要再讨论 而日前也再次发起第二次会刊 要给居民明确的交代 万里区顶辽社区日前有民众向立委黄国昌服务处澄清 顶辽沙滩流失严重 海风吹石还让社区的地基日渐掏空 住家后方的土地也出现风势强烈 土地越来越小快 担忧住家传至子孙辈时恐变围楼 为此立委服务处也发起会刊 第一次会刊结论要带回讨论 日前也再次发起第二次会刊 希望能够给居民明确的交代 经过第一次会刊 那因为那个坍塌的部分 那个位置 那到底全署单位是谁 然后未来要做的旗程也不明了 所以我们办了第二次会刊 那第二次会刊 我们特别请了国产署 包括领务局 那还有一个是水保局 那就当天厘清的情况是这样 那个全署单位是领务局 以前的沙滩 我们现在占的位置 我知道很清楚 当地居民表示 以往沙滩又大又长 住家后方看出去 离海岸线还很远 不过现在越来越近 不希望接下来再过30年 整个顶辽社区都要面临 千社区的难题 自己住的不安心 连子孙都可能面临 无家可回的困境 那因为领务局它是做的比较属于软性的 包括防空磷 防浪炸等等的这一类的 那比较属于在硬体设施 就是扑卡的部分 那就要请那个水保局 第十河川局来帮忙 那那天的结论是这样 领务局同意施作 那他也愿意请我们 就是请我们在国会 请第十河川局一起协商 如果有经费不足的部分 由国昌帮忙争取 那那一天大致上都是圆满 就是同意这样的施作 那至于长期的部分 还是维持原本的 就是由新北市政府 由我们水利署协助新北市政府 申请所谓的海岸防护区 然后海岸防护区通过之后 被划定之后 就做比较长期规划的设计 根据土地全责单位 林务局及国有财产局表示 林务局施作建设 以软性建设为主 而国有财产局 则是以硬体设施为主 未来在做固杀护摊的计划当中 若是有经费困难 也将由立委服务处 来做协商处理 另外也将由新北市府 提出海岸防护区的申请 设立护摊的长远计划 才能让当地的居民 住得安心有保障 记者廖平函万里采访报道